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如果你经常腰腿酸痛,浑身没有力气,腿脚疼痛,整个人没有精神,那么都是缺钙的表现,身体缺乏营养物质,我们要好好地养护身体,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过老年生活。 可以很好的爬山,健身,吃得好,睡得香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养生食料方,经常喝,可以很好的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,还能够增强体质。 我们来准备豆腐。 豆腐含钙量是比较高的,因为豆腐是豆制品,黄豆做成的。 黄豆的钙含量比其他的谷物更高一些。 黄豆含有优热的蛋白质,钙,鲜,维生素等等的。 豆腐,黄豆制作而成,豆腐容易消化吸收,吃起来嫩嫩的,就算是没有牙齿也是可以吃。 像老年朋友们,他们的脾胃比较弱,吃饭不容易消化,而且嚼不动,没有牙齿。 我们就来吃豆腐。 豆腐营养更丰富,而且能够预防骨盖的流失,可以补充钙质,非常好的选择。 我用的是嫩豆腐,嫩豆腐口感更香,更嫩。 豆腐放入温水中,来浸泡一会儿,可以很好地去除豆腥味。 因为豆子的豆味是比较重。 因为黄豆做的嘛,我们去除泡过之后,豆腐吃起来比较嫩,更香。 泡过之后的豆腐,再来用清水,冲洗冲洗。 我们的豆腐看似白白净净,但是飘有一点灰尘,脏东西。 先切成粗粗的条状。 再改刀,切成小丁。 准备一根绿油的丝瓜。 这个季节的丝瓜,大量的上市。 丝瓜的口感又嫩,吃水又多。 丝瓜涵盖量是很高的。 因为丝瓜的维生素, 该含量要比其他的蔬菜更高一些, 并且容易消化吸收。 丝瓜是绿色的食物。 热热的食品,往往蔬菜、 苹果、其他的食物, 营养丰富。 我们吃丝瓜, 可以补充钙质, 补充优热的蛋白质, 还有维生素。 丝瓜,无论是炖汤盒, 还是炒鸡蛋食, 营养都好释放出来。 丝瓜盖刀, 切成滚刀小块, 大小适中, 方便使用。 萨养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壮养的食物。 萨养的钙含量也是很高的。 如果你经常缺钙, 腿脚痛痛, 萨养健脾, 阳胃, 暖肝, 补钙, 都是非常好的。 并且萨养健脾, 并且萨养健脾如霞, 口感丰富, 做法丰富多彩, 口感更香, 无论我们怎么吃, 都能释放出营养的。 萨养改刀, 切成滚刀小块。 准备一把提前趴好的小木耳, 大约准备10克左右。 木耳虽有山珍海味之美称, 因为木耳的钙含量比较充足, 想要补钙的, 补充能量, 补充营养的, 我们就要选择木耳作为一种食物。 木耳, 口感, 咬上一口嘎嘣脆, 嚼劲比较大, 包粥和泡汤都很好。 木耳中的钙含量, 比其他的菌类木耳, 营养更丰富的。 吃木耳能够补充能量。 如果你今天感觉到腿脚疼痛, 是缺钙的表现, 这个时候就要吃一些黑木耳。 能够缓解腿脚疼痛的情况, 又能够补充钙, 很好的选择。 泡好的木耳, 再来抓洗抓洗, 把木耳表提的灰尘杂质清洗干净, 也可以来点面粉洗。 因为红枣木耳, 它们的沟壑的灰尘都是比较多, 都是隐藏起来的灰尘, 因为面粉能够非常好地有吸附作用, 可以把木耳脏东西吸附出来, 张写的木耳更干净。 我们泡一点银耳。 银耳和木耳是一样的, 都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泡过后的银耳, 洁白乌暇, 特别的漂亮。 银耳中的钙含量比较充足, 还有蛋白质, 维生素, 都是不错的。 我们选择银耳的时候, 也是需要有技巧的。 不能选择太过于黄, 太过于黄的银耳, 都是小过的, 会有一股酸酸的味道, 不好吃。 尽量选择, 颜色比较淡一点。 这样的银耳, 自然成熟的银耳, 吃着放心, 尤其是给老年朋友们吃。 我们要选择好的木耳, 不要去摊便宜, 选一些便宜的木耳。 我们把银耳放入盐水的盆中, 来好好的抓洗抓洗。 把银耳洗干净。 银耳这个根部黄色的部分, 一定要去除干干净净,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吃的, 特别的黄, 而且会有一股异味。 准备两颗鸡蛋, 论为干含量比较高的食物, 那么肯定属鸡蛋。 银耳鸡蛋的干含量是大家公认的, 每天我们早上起床之后, 早餐都会有鸡蛋。 吃一颗鸡蛋, 一整天元气满满, 身体强壮, 吃得好睡得香。 无论是老年朋友们, 小孩子都可以吃鸡蛋的。 吃鸡蛋没有任何的负担。 我们把鸡蛋打入小碗中, 用筷子搅一搅, 把鸡蛋打散。 打鸡蛋的时候可以多打一会儿, 打至蛋清蛋白, 充分地混合到一起。 这样打的鸡蛋液是比较嫩的, 无论是我们做蛋花汤, 还是炒鸡蛋吃, 都是又嫩又香。 生姜作为厨房里面的调味品, 既能够去味增鲜, 特别是炖肉的时候, 放一点生姜, 可以去除腥味, 使肉吃一来又香又嫩, 没有腥味。 但是生姜,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药材, 是药药通源的食物。 生姜的用药价值是比较高的, 生姜可以暖心暖胃, 对我们生姜的好处是比较多。 生姜果皮不能去除, 因果皮属于凉性, 而果肉属于温性, 两者一起吃, 能够综合口感。 油热下入香葱爆香, 姜丝放到锅里面, 可以翻炒一会儿, 我们加入清水, 再把准备好的食材, 倒入锅中, 中小火焖煮20分钟。 木耳鸡蛋汤煮好了, 咬上一口, 又鲜又嫩的, 只放入了盐条味儿, 这样煮好的汤, 我们要经常喝一喝, 能够非常好的补钙, 丝瓜是补钙的好食物, 能够补充身体的能量, 补充该质, 使身体强壮有力气, 营养丰富, 钙不流失, 骨骼强壮, 吃得好睡得香。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, 有空试做一下吧。 点开我头像,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 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